高雄市鳳山區凌晨發生一起自撞車禍 一輛大型拖板車違規停放在路邊 一次佔用了三格的停車格 導致女騎士騎車經過不慎撞了上去 倒地不起 畫面上可以看到 女騎士跌坐在大馬路上 無法自行起身 住戶人員到場 立刻幫她進行檢傷 並稱呼她坐上膽架 女子表情痛苦 不斷扶著左腿哀嚎 意外發生在高雄鳳山區中輪一路 凌晨零點四十分 這名女騎士騎車經過 不小心擦撞路邊臨庭的拖板車 受傷倒地不起 就怕天色昏暗 後方來車一不注意 就可能追撞上來 她趕緊報警求救 索性警銷活速抵達現場 將女騎士送一急救 而這輛路邊臨庭的大型拖板車 近一次佔了三個轎車停車格 沒有意規定停車以明顯違規 更造成女騎士不慎撞車受傷 索性送一後均無大礙 交通隊也將進行調查 釐清拖板車的相關責任 在高雄一名富人接到電話 對方說我是兒子 但因為哭哭啼啼的聲音 其實認不出來 她說因為私吞了詐騙集團 150萬被綁架了 要媽媽趕快拿錢熟人 而富人聽到 天哪兒子被綁 然後打回去又關機 她好緊張 幸好警方到場安撫 確認根本就是詐騙集團 另外在台南也有假投資 真詐騙的案子 有成員匡騙民眾投資虛擬太打幣 還說穩賺不賠能夠賺十倍 但就連這下載的APP都是假的 粗顧現在有二十幾個人都受害 看到警察上門彷彿救星來了 富人趕緊把剛剛接到的電話 說給警察聽 好像我兒子做什麼超天大罪 被他們打得這樣 大概是用哪一支電話打給你的 家裡的 兒子去電腦公司面試 電話關機找不到人 遠景直接撥去公司 幫忙轉接 這才讓富人鬆一口氣 第一通電話講 就是你的聲音啊 說媽我被打到怎樣 然後流血怎樣子 還說你在外面欠150萬 她剛好電話又沒有接 所以就是這麼多巧合情況下 所以一定要趕快跟你先求 這一下你能在哪裡 面試應該會結束 富人又一時沒有辦法 聯絡上他的兒子 所以就趕快報警來處理 男子因為面試採關機 詐騙集團剛好打給富人 同樣是詐騙 台南還有集團運用假投資方案 來騙人 推出百倍市值計畫投資方案 要民眾投資現金買股票 再下載註冊手機APP 讓民眾購買比特幣泰達幣 號稱投資賺十倍 兩百萬會變成兩千萬 但根本是假的 是大便集團操控虛擬貨幣漲跌 讓民眾誤以為穩賺不賠 轉成美金了 那我就可以應用美金 來去買它的YPT 它的虛擬貨幣 它這一個平台APP 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領錢出來的時候 去告知帳戶款項以洞協 需投入更多資金 才能提領 民眾此時才發現受騙 詐騙集團利用民眾呼朋引伴 邀約更多親友加入 目前警方統計有七十個民眾被騙 金額從十萬到百萬都有 警方將追查上游 希望不要再有人被騙 記者賴關鍵林智慧 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記者賴關鍵林智慧